大家早晨 经过了年日下跌之后 昨晚美股终于出现反弹 升幅都不错 以杜敬斯工业平均指数的1.292% 纳斯大克中下指数的升幅只有0.716% 欧洲股市方面 英国 富时指数 伦敦富时指数跌了0.59% 德国 巴黎 亦有少少的升幅 之前的亚太区股市普遍下跌 跌幅以日本的2.485% 报升的只有吉隆坡 和新西兰股市 我们香港的五大指数 昨日收市的时候 新政变动率全部是暴跌的 看一看跌幅 都是接近2% 而红筹股的1.291% 就是表现相对的好一点 其他都接近2% 成交金額比率 和过去5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金額比率比较 昨天的市况 看到 综合指数 红筹股市普遍下跌幅 是不及的 只有72% 不及平均数的77% 蓝筹股 就略为高 国企股略为低 红筹股大幅高 因为有 大手上板 大手上板 科技股 明显低 代表昨天的增词 不算激烈 收市时 美资期货 4039.12% 跌了2.616% 我们五大指数 都是跑人 美资期货 看一看 1.多少% 科技股表现最好 跌了1.64% 相对地最好 现货主板市场 非审户主动买股比率 收报50比50 代表买 大户买股 大户买股 和大户买股 加上中户 应该说 100万 或以上 表现比较接近 实力上 大家进取程度接近 不是实力 而非审户主动买股比率 过去5个交易日 平均是52 比48 昨天差了一点 继续录得 资金程 主动买股比率 4亿6千万 平均是31亿 昨天的成交金额 微增到1636亿 如果扣大手上 没那么多 应该是减少的 这个数字高 平均的1536亿 全日卖空成交金额 就是 回降到14.058% 我说了比率 金额 197亿 这个比率是低于平均的 15.889% 好淡指标 BBI 在很差的水平 超短期 短期 中期 全部代表市况 显著向淡 十几 只有10 13 不等 中国企业指数 超短期 跌到2 但如果跌到2 那么低 通常跌到5 那么低 就应该 反弹的 机会好大 大家留意 密科技指数 跌到8 超短期 即时反弹 短期反弹 暂时 短期回升 暂时看不到 全部是即时 即是超短期 不要即时 超短期 132日的反弹 1至3日的反弹 中期越来越差 连长期都拖低 它只有33.333 恒生指数 的 阴阳 热线 线图 上日 即是星期三 那天 曾经回到保律家 通道底部上 昨天又跌回了 那就是 重新又跌过了 那 通道底部 就继续下移 扯低的指数 不漂亮 当然 SAL也不漂亮 其他三个指数 短期形势 依然是显著向大 这里 成为了 短期 重要载力位 这里 不要失手 这个指数位 失手就稍微麻烦 暂时看 邪线三个人 依然成立 1 市中 1 2 3 4 可以反弹 反弹幅度是可以高 因为如果邪线三个人 4可以高 1 但是最怕 不是邪线三个人 而是 5浪 即是 C中1 不是圆 C中1 分为低级的5个浪 1 2 3 4 这是C中1中1 C中1中2 C中1中3 而这个3 是到达 C中1中1 1 1 1.618倍 要小心 关键的 这两天 显著 升 最重要 最重要 是升超过低级 这就没那么害怕 1 市数期货好淡大户各地的情况 这个是比对分 上个月 大户加平均开装水平 分别是恒指28892 和国市期货 恒指期货 和国市期货10942 这个分析法 今个月又继续非常准 10个月或8个月 都准的 起码 我们跟你说 14号 今天收市前 整体的走势向淡 就算今天是反淡 都是整体向淡 你看这些指标就知道 整体向下 加权平均 加权收市位 我讲的指标是讲的 加权收市位 昨天是比较的 但是成交跟争交 行市期货是这样 国市期货也是这样 不是好事 偏离值 继续向下 亦都不是好事 加权平均偏离值 就是 负2.96 2.296% 和3.129% 情况恶化了 如果看过 TWI 历史表 昨天是跌市而成交增加 国市期货 国市期货是明显跌市而成交增加 都是不好 不是看反弹的 行市期货 跌市 国市期货 跌市 科市期货 我会当它是一个横行事带 因为不明显跌势 跌跌横行 两个月份合约的未平仓合约 正数 两个月份合约 行市期货是明显增加 国市期货是不变 科市期货是减少 跌市明显增加 代表昨天 外资 跌市明显增加 淡油大户 很积极地 去开新倉逃利 看来 今天蓝筹股 是持续会再跌的 虽然高开之后 走势都是持续向 再跌的机会大 国市期货 跌市 但是 未平仓合约 正数是不变 跌市 不变 代表昨天 中资淡油大户 开新倉逃利的同时 中资好优大户在平仓 提示今天国际股 都是跌 但是反复 反弹 力度会大 蓝筹股 初步预测 然后 科技指数 减少 而横行 减少 减少 是吧 横行 减少 代表昨天科技股 战场上 好淡大户 双方都是 在平仓 计数 和今天事况 没有提示 12个恒生综合行业指数 昨天 收市的时候 超短线最强的两个是 必须性消费业 和能源业 而短期的就是 短线的就是能源业 必须性消费业 都是这两个 加上公用事业 中线 长线 超长线 大家自己看 接下来 33个行业 绿德斯金城主动 卖出的较多 红色较多 看看哪些较多 够不够5亿 看一看 是不齐 没有 远景服务业 只有2亿 保险业 比较差 4亿 2000万 一般金属及抗设业 4亿 4亿 0200万 这几只已经是最差的 纳内 没错 资金证股业 不算很差 不算很差 不太差 就是主动股票 不是很大 资金证主动买入 这个就明显了 医疗保险业 9亿9800万 食品及能源 4亿8000万 这两个就特别要留意 其他都是 不迷好点眼 502只 恒生综合指数 成份股 金证主动买入最多的是 3亿8000万 美团 2亿8000万 蒙牛与业 2亿5千万 快手 蒙牛与业 10只之中 暴升的 另外暴升的 口销上榜 青岛啤酒 7 18.35 收市 看看 跌幅度 首先 快手跌了6% 就显眼点 其他没什么特别 过去5个加日合 有两只要留意 第一只就是 快手 累积14.54%跌幅 跟着 美团 累积11.9 66%跌幅 青岛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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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8.23% 30%的升幅 也要留意 虽然不够10% 主动买股比率 特别指出的 67.33 标青中信证券 6030 但升跌幅 没什么特别 只是代表 低位 19.4 之前 是数货的 即是 19.48 跌回来时 一路跌 一路有人数货的 都不差 数货的金额 就是 尺寸 都是大户行为 因为全日成交金额 有5亿 多 5.5300万 另外 大家可以 看 全日 赢 买家赢 沽家赢 我会怎么看呢 我会看 收市价 站不站到 加价平均价 上面 譬如这赤 刚才说的 青岛啤酒 78.3.5 站在78.408 下面 即是 还要 努力 买家 营迅努力 譬如 刚才说的 蒙牛与业 43.1 亦仍在加价平均价 下面 买家 还不能完全控制 局势 昨天 营迅努力 比较 43倍 那么高 大家就看着 41.9 和 44.5 之间 增持 最后出现的结果 看看哪里 突破 如果有突破的话 综合分析表现时 表现昨天最好的是 营牛与业 第2是 美团 美团 是跌的 刚才说的 过去5个加价 累积了11.966% 第3位 青岛 刚才提过 转跌为升 好了 资金正主动 卖出最多 8.7 的腾讯 第2位 是1.9 的中国平安 头10位全部都跌 跌幅 以 哪个最差呢 是9.489% 创科实业 和7.7 870% 中国 最差 过去5个加价 累积的跌幅 就以 海尔 自家 6690 是最为明显的 13.49% 主动买高比率 一两点 我停一停 我和大家一起 数出来 这一只 这一只最差 这一只都很差 先看这一只 23.77 即是两个64前面 订货也很厉害的 就是 中国电讯 728 大家看这两个64 即使 重要阻力位 另外 也有差的 32.68 虽然不够 30.70 但也值得留意 农夫山泉 9633 32.8 代表38.3 即使 重要阻力位 量比 没什么特别 要说 专业中的分析表显示 腾讯表现最差 第2是中国平安 第3是创科实业 本来看 中国平安 创科实业 这三层 特别要说 先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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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很差 主动买股 比率 特别是中国平安 也有46 比54 腾讯 45 比55 就是刚刚配合 那个跌势 即是 质货的势 创科实业 44 比56 都算配合 在144.4 扔下来 那些势 的 今天讲的版块 是恒生 中国 内地 银行 股 恒生 指数人公司 是一个这样的指数 MBN 恒生 中国内地 银行 指数 银行 有没有业值 银行业指数 看看 全部只有10只 刚刚好 这10只 这10只 昨天 一只升 就是民生银行 8只跌 中国银行 没有起跌 星跌股 没什么特别 贵买股 有类子的星跌股 也没有特别要说 主动买股比率 这只好漂亮 7.7比23 相当于3.24 前面掃货 也很厉害 但是看清楚 收就收 3.6 低加平均 3.7.4 代表 其实3.3 扔回来 一直扔 中国光大 6.8 一直有 很积极地掃货 不过 掃货不起 越低越掃货 所以达到7.7 比23 主动买股比率 那么高 但是留意一下 成交价 3.7 多万 不算多 但也是 实际中最少 所以 分析 可靠性 结果可靠性 要打折扣 另外 表现 突出的 就是 6.8 比32 代表 在4.12 前面 就数上去了 民生银行 1988 收市位 4.18 是高 加钱平均 4.15 7 主动买股比率 6.8 比32 当然 显示 4.12 即是重要支持位 量比 没有什么表 放入专入分析表里 恒生中国内地 银行指数 没有个页字 对不起 银行指数 就是 上升动力 最好的 民生银行 然后 不要看上升动力 因为只有一个上升动力 上升动力 大个下跌动力 我转回来看 下跌动力 最大的 是招商银行 即是 在 65.5 65.5 就很大的阻力 即使阻力 下跌动力 第二大 即第九 就是 建资银行 全日暴跌 建资银行 都要留意 看看和美智期货 香港收市的时间 比较 全部都是跑赢 好像大肆 跑赢美智期货 表现最好的 就是 7.194% 民生银行 刚才提过 所以这就再度证明 另外 也算是挺好的 偏估了5.328% 有 油柱银行 1658 其他都是 一般 这10只股票 有3只 并非选顾名单里面 表现最好的 相对地 就是中国银行 3988 但都是排第14位 刚才说过 要留意的就是建资银行 所以稍后 和大家分析 建资银行的形式 先简单地看 日线图 你看 股价 5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 50天平均线 从价格下跌 一个低过一个 由价格下跌 低过一个 倒算说一个高一个 全面向淡 这条下降轨来的 1点 2点 昨天教过大家 怎么说的 3点 试过 下降通道 顶部 这个是下降轨 整个是下降通道 现在再回试 究竟要不要再试下降通道底部呢 如果试过就很差了 不用说上边有什么支持呢 初步看就是这个 这个 是不是 再跌 成交略为缩减 那么 要做出了一个倒转随头呢 不过它持续跌势 就不太够长 倒转随头的威力 就应该被打折扣了 那我说完最后要说的 可能这个就是 美资期波 美资期波现在是4114.62 升了1.869% 那我们五大指数的合理值在这里 那么 即使的 嗯 第一个重要阻力位在这里 如果今天高开的位置 说呢 大家就 哇 如果在这里的话 都升了600点 有没有那么厉害 那么大家 这个都暂时 初步看不用看了 这个 即使重要支持位 到的机会也是小的 那么 初步看呢 估计就在这个位置 或者略为偏低的位置 我依然认为 科技指数会 表现好过 恒生指数的今天 我依然估计 那看了 真的 冲了上去 又有 投资 这些气候支持的 那么 上边两个座的位置 看这两个 下边两个支持位置 再看这个 再看这个 那就自己看了 那开始之后 我会有 我的 港股长线 无鱼投资组合 里面最近 我看着那只 科技指数 ETF的 影视策略给大家的 大家留意 电邮收这个 即时感浪 多谢各位收听